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里夫博览馆第四弹 PART 69 继续无面子人FIGURE 这个话题 大家眼前看到的这盒是HOT TOYS的出品BATTLE HOPPER 就是那一架的战王后 就是被这个梦名超人BLACK SUN乘搭的电单车 这个是HOT TOYS的出品 到底这一盒玩具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我们稍后再看看 这一盒玩具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开了出来就知道 其实这一盒玩具我就是上个月6月9日 它已经拿回来 其实也没时间拆开它来看 一来就比较忙 二来很多时候也是想掌握多些字幕的安排 但是这一盒玩具真的需要拆开 因为它是有电在里面的 所以一定要拆开它来 拿回电出来 这样就会好一点点 这里也有说到 它是有一些扭型电在里面的 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因为电单车是可以穿灯的 所以一定要先拿出电出来 看看它的电是否有问题 看看它的盒子 其实做得很漂亮 我觉得它很有气氛 黑色底 红红色的 有些反光银色 做得很漂亮 这边也是 这边也是 这边 旁边是没有什么看的 后面又讲述 这些玩具抗议 这是Hottoys的出品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其实这款玩具 为什么要用来说呢 其实我认为 无论它里面的东西 出什么都好 其实它的意义 都是比较深远一点 因为其实 12寸的门面超人 其实从前来计 只有Matic 这样出品 Hottoys也出品了 现在有些 例如Socialtoys也出品 当然那些是没有静版 售卷 但是Hottoys一定有 不如拆开它 首先它是一个图住的盒子 这个已经看到电单车 在里面 有些反光 也看到阿里夫 这个看得不太清楚 好像有些配件 这些好像是它的车头竹梳 这个电单车里面 它是一个开窗盒 或者拿电单车出来看 就会好一点 不过它这个盒 现在这个 外面的盒子 就有一点点 拿走了 好 接着 就开了 一会儿 我会拿出 Hottoys出品的 黑鸡 放在电单车上 看看它坐上去的情况 是怎样的 至少 ColizXbox SS Nelson Toys 我都会拿出来 看看它能否坐到 下车梳子 都是 看看 可否这К车 他的电单车 能否有多 play 有些人也买了 SSEL Toys 那款 薄径 knowing 您的革命 可以考虑看 你这个内感 除了开窗盒之外 其實內盒的後面的畫像也做得不錯 有一個是這樣的 這是 Black Sun 加上電單車 是很有氣氛的 其實外盒也做得很美 我們先放開 電單車就在這裏 用膠吸索安裝 配件相對看起來不太多 剛才提及過 它的意義很深遠 正版的電單車 其實不是很多廠家推出過 以前來算是Medicum才推出 很多電單車都沒有正版授權 即是說著蒙面上的電單車 所以這次Hottoys這個 其實它的電池沒有進去 電池是分開的 有一包東西 這裏就是它的說明書之類的東西 另外還有電池的東西 先放開 正式看看電單車 首先它想掉出來 小心點 打開它前面的竹鬚 它已經會自己掉出來 不用怕 因為我很有經驗 所以就知道它會這樣滾出來 但又適合機位 所以有時很麻煩 而且這電單車 我都知道很多位置都做得很精細 所以都要小心一點 所以這部電單車 初步這樣看 它是做得很多細節位置做得很精緻 先拿回我的焦點 這些是引擎引擎位置 做得很精細 它的顏色 其實它是以深綠色為主 還有一些黑色 這些車輪 這些車輪 是有些紋路 另外好像吃了一些泥漬 那種表達 你看看 這些車輪 都是做得很清楚 那麼 這部電單車的車頭 這部電單車的車頭 這兩處是亮燈的 這部電單車的車頭 做得很精細 這些位置 你看 應該是油缸的指示 有些移标板的显示 车的控制地方 车盘 很精细 座位 后面有些像蝗蟲的表达 车都可以移动 另外,它的死气喉好像包了一些布 这些也有一个表达 是做得很精细 初步这样看 以1比612吋蒙面超人的电单车来计 这架是出得最精细 所以做得很精细 如果蒙面超人坐上去 应该都很酷 初步就这样看 看看它的架子做得很精细 通常一般电单车的架子 是一枝放下来的 但它有些弹弓 像这样的 这样的 初步来看 如果和蒙面超人相比 我就觉得它这个电单车 是做得很精细 精致 这样的 我可以放在这里 这样的 里面刚才说过 有两条竹梳 另外还有一个这样的架 可能被你放下电单车 未知怎样放下 稍后再来 我做好些东西 再放下机位 再跟大家说 我们稍后再看看 Battlehopper 我转了一个圈 给大家看 现在用了它一个透明的 就是龄板地台 这样 转大 更容易做一个 转转的动作 等待会再说 它有些靈體的设计 后面都有一阵灯 现在是开了灯的 後面有一盞燈,迫增度亦增加了 頗特別的東西就是旁邊也有燈 即是車身這個位置也有燈 前面車頭這個位置也有兩盞燈 其實它的燈是中間一盞燈 就比兩邊這樣用 它的燈光光暗度我覺得做得不錯 不會太乾燥 而且它的燈效我覺得做得不錯 它的燈效外有一件透明件 一格格的燈 這個燈會看得比較清楚 它的燈效過很 느�ласт Western &или房間的燈悔 我先報導感燈 一次燈光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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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隔壁有USB2.0的插口 如果不入電的話就這樣插這個powerband 也可以讓它長著燈 或者插拖板是有USB供電的 其實它可以一直長著著 這個也不錯 即是在顯示時長著燈 它入電的位置就拿走車底 然後在這裏轉螺絲 起了螺絲 這個位置打開就可以入三顆LR44的扭型電 它這次入電的位置設計算不錯 因為這個位置是比較簡單 所以可以的 不會太難處理 而且它的燈效表達也算可以 它不會做得太光 剛剛好 剛才提到它的座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做得蠻特別的 就是它有一個這樣的座位置 就可以放著車子 連尾輪也放高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力水比較好 兩邊的 兩邊伸出來 另外還有一個座位置 就是這個 這個位置 就這樣放著它 其實它做得真的很精細 這些位置還有一些彈簧 這樣拉著 這樣 就以1比6的 蒙面車人Figure 電單車來說 有這麼細緻的設計 在這輛電單車上面 是我們第一次看到的 這樣 通常它只有一條膠 這樣拉下來就算了 所以這次Hot Toys 在製造這架的戰王號 我覺得它做得相當逼真 仔細 大家可以看清楚 其實它這些位置 有些銅厚色 這些銅色 相當很仔細 另外 你可以看看這些位置 其實它是有一些 舊化做了 上面是有一些 一點點的東西 就不是中式的 其實它是故意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 很多一點點一點點的東西 它是做了一些舊化 另外這些位置 就包含有些布質 好像一些膠布 很特別的 後面這個位置也是有 看到 這些好像包含一些 好像一些崩帶 其實它的戰王號 它是比較有軍用電單車 剛才我講過 它是外面有一個透明件 一格格的 所以燈射出來的時候 它的迫震度也挺高 前面車頭這個位置也是 裡面有些透明件 有一格格的位置 所以它的燈射出來的時候 它的光效射出來的時候 那種感覺也挺逼真 很仔細 那種感覺 很仔細 有些電單車 例如1、2號 它的科幻感比較強 而這一架的戰王號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座位 真的有些皮革的感覺 這麼說 做得不錯 做得不錯 這些就是拉著皮革的釘 那樣 全輛車真的做得很仔細 做得相當不錯 但其實它沒有什麼金屬成份 全膠製 但是很實正 它可動位不是太多 可動位 主要是全面車頭這個位置 可以這樣兩邊移動 另外這裡有一個避震位 有一個後輪的避震 這樣其實 真的可以的 它那個輪真的可以 動得這樣 有些避震 你看到彈弓也有些動動 就是這樣 但是不太多 我又不想太大力弄它 怕弄爛 裡面的機件的設計 都是很仔細 這樣 其實就是出電單車來計 因為其實Hot Toys 也偏複合 這些電單車也有出過 另外那個 那個 骷髏 騎士 Ghost Rider 它也有出過 電單車 有些火 這樣 那輪也是做得很漂亮 很特別 那輪我以前也擁有過 不過 就賣取了它 這樣 所以 它也挺有趣 這些位置 它做得很精細 譬如 在這裡 小心點 前面這一枝 就比較鬆 而且容易掉下來 這枝觸角 這些位置挺有趣 這些位置可以拆下來 這樣 這樣 其實就沒什麼容易 拆出來 你看到裡面的位置上色 做得很工整 這樣 其實就沒什麼特別意思 這個觸角 其實就是 它有左右之分 這樣 不是說 亂插 這樣 這樣 這個 分回左右 它說明書 有教大家 怎麼分左右 主要就是 你擺直它的時候 它自然 你看到兩枝東西 是有些分別 這樣 這樣 套下去 這樣 這兩枝東西 就小心點 不要太大力 因為 都是很有勢 容易弄斷 這樣 這樣看完電單車了 一會兒 我們將蒙面車人放上去 稍後回去再看看 好 蒙面車人 Black Sun 就坐在它那架 專用座騎上面 這樣 就轉一個圈 給大家看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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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雙腳那些 可以擺到 上腳踏 那隻手 就駕駛著 軚盤 這樣 唯獨是少少 屁股這個位 就比較 隔得高了 這樣 這樣 都算 坐到 電單車的 這樣 擺出來的姿勢 都算 OK 而且 正面去看的時候 頭部都不是 就這樣 低低 這樣 就算 OK 但是 很可惜的 要跟大家說 其實現在坐在上面 這個 無限超人 這個是 SoSo Toys 的 Black Sun 比較麻煩 就是 腰帶的位置 因為它是撐下來 會發光的部件 所以 它經常很鬆 很容易脫掉 這樣 這個 因為 那個 SoSo Toys 的 Black Sun 和 Hot Toys 的 大小 是有些分別的 這樣 這樣 這個 就是 SoSo Toys 的 Black Sun 另外 好了 Hot Toys 那個 Hot Toys 那個 其實就是這裡 這樣 我試過 這就是Hot Toys 的 Black Sun 這樣 它 就 夾隔電單車的時候 問題似乎 都比較多一些 這樣 再試一下 試一試給大家看 那 就 那個Black Sun 即是 放在一起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比 SoSo Toys 那個 是位置 高大一點 這個 我上次在比較 兩個 Black Sun 的時候 都已經說過 這個 如果大家想看 可以 看下一點 找到影片 那片 就叫做 比較與傷害 對比與傷害 大致上就是這樣 標題 好 現在我試一下 Hot Toys 那個 毛面超人 放上去 其實 主要 Hot Toys 那個 的問題 在哪裏 其實 主要 就出了 在 這個 關節位 那裏 它的 幅度 不足夠 腳 抹得 不太大 所以 坐上去的時候 就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好 現在試一下 把它 坐上去 就是 電單車 到 它 坐上去 這樣 就 坐上去 其實它 只坐在座位 這樣 看上去就好像 沒有什麼大問題 沒有什麼大問題 坐上去 如果它的腳要放在腳踏的時候 它要向前 駛回軚盤 時 其實它的腰部 是不可能 為它 反駕到ように 在駛回軚盤 不能alted 所以 所以 很多時候 DISPLAY Wow 沾身 也會被坐在 或腳 撐著地面 這樣擺姿勢就算了 雙手可能不會觸碰軚盤 如果你要擺姿勢觸碰軚盤 坐著駕駛電單車的話 其實是做不到的 現在我可以試給大家看 雙手放在這個 小心前面這些部件 這些部件很幼細很容易斷 這部件會比較小心 用雙手放在這部件上 手指尾部件會保持軟盤的位置 要慢慢調整 而且雙手也有少許鬆 因為雙手拉得比較緊 或者我先套在這部件上 再放在這部件上 然後再放在這部件上 如果放在這部件上 還有一種奇怪的地方 就是兩邊肩膀 一邊肩膀高 一邊肩膀低 好像關節設計有問題 就是這裡 這樣 這樣 好了 他的腳 如果身要污纏 握軚盤的話 他的屁股比較難 坐在座位上 現在 他的問題似乎比 SoSo Toys 更加要嚴重 他的腳 不知如何可以放在 他的腳踏位上 這個和他的 這個關節位似乎 設計的可動性 不足夠大 就有關係 除非他更強 這個位置 大腿可以再放高 但其實他已經盡力了 他的腳再屈後 也沒有辦法 可以放在腳踏位上 所以 這個位置比較尷尬 其實他的腳 最多是這樣的 他坐得很奇怪 這個姿態 我試過很多次 看看能否做好一點 讓他坐得更漂亮 但還是沒有辦法 反而 SoSo Toys 的 剛才坐上去 就好像坐得比較容易 做到一個 駕駛電單車的姿態 所以 其實 可能真的有一個難度 要設計到 木面車人 坐在電單車上 其實 可能那個難度有些 上次說 V-0 時 也是出現了這個情況 這個真的非常可惜 好 稍後回來 可以幫助 Hot Toys 這架 Battle Hopper 我稍後回來再看 好了 又到賠分 今次賠分 今次賠分 只會賠分 戰王號Battle Hopper 上次賠分 今次賠分 不會再賠分 好了 原住神水方面 我其實覺得 這架電單車 其實做得相當不錯 其實他 所有細節位 都做得很精細 很精緻 和在電影中看到的 電單車 都已經很接近 一些細節位 例如儀錶板 都做得很仔細 加上燈效 做得相當不錯 在原住神水方面 我給他9分 風格特色方面 今次這架電單車 也有造成舊化 做得相當不錯 算不錯 不過有時 Hot Toys 比較有趣 例如儀錶板 綠色這些位置 都可以造成舊化 但其實 沒有造成 令到這些位置 有些很膠的感覺 所以 令到整體的顏色 和感覺 有些有造舊化 有些沒有造舊化 就好像比較壞 另外 它的特色方面 亦有燈效 燈效是做得不錯的 用三顆LR44 亦可以插Powerband 用USB線供電 其實都做得不錯 在風格特色方面 我給它8分 最後 物料的耐久性 除了這兩個角度 比較脆弱 和經常自己跌出來之外 其實都算沒什麼大問題 也沒有特別幼細 很尖銷的地方 也沒有 它上色的位置 也未必會很容易 會脫色 立油、立手等 也未必會有 可動性方面 可動性方面 不算很高 可動部 也不算很多 所以我覺得 這輛電單車 都耐玩耐擺擺 但比較可惜 當然 它不能夠 跟它本身的模型 配合得很好 所以 這輛電單車 這輛電單車 跟它的物料沒有關係 只是感覺上 人車合一 做不到的話 其實這款玩具 是相當失色的 在物料的耐久性方面 我給它8分 3個分 加上這輛電單車 是值25分 這集的阿里夫博覽館 又過了一段 下次好玩的玩具 再跟大家玩過 再跟大家聊過 就這樣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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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